其實對於開放社群、開源、G0Vegan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應該都聽過一小時一塊比特幣的故事 前年開始把開放的精神帶到政府裡面 現在是創事數位經濟還有開放政府這部分的業務 那我想大家應該都已經期待很久了 這個步驟的時候讓我們以熱意的掌聲來歡迎阿鳳正門 OK在接下來的不到兩小時左右 大概一個半小時到兩小時左右 那就很高興能夠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最近做的工作 那我的演講可能有些人知道是沒有固定的主題 我並沒有一張掌聲的 那所以大家看到什麼開放政府社會創供的就是一個一個短門 那其實我的主題大概都是大家決定的 所以如果連著上網路的話 可以麻煩拿自己的手機或電腦連到這個網站 然後進去之後呢就是輸入今天日期千萬加兩個人 就是620 那在裡面呢大家就會進入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為什麼是匿名的呢是因為 所以在之前在學校演講的時候 如果要舉手發文要拒名的話呢 往往就會收到一些很有禮貌的 但是有點不同不良的評論 那但是匿名呢 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機沒有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就可以問一些比較挑戰性的題目 像這一位這個安安你好安安 這目前就是獲得了一票 然後我們在這個就是處理問題的時候 就會把目前最高票的這樣子高量度起來 然後呢就回答 把那個回答後就說 就說你好安安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會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之後這個問題就會結束了 那所以在大家現在應該是正在想 到底要問什麼的時候 我就稍微先跟大家解釋一下說 比如說我目前在院裡大概是 從事怎麼樣子的工作 然後以及所謂的開放政府跟社會創新 到底是在做什麼 那我們在做這個開放政府也好 社會創新也好 現在在國際上面大概 我用這個簡報演講過相當多次了 就是大家都是學資功能 所以FORC大概都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說有一個東西 它本來已經走到某個方向了 但是呢覺得它的方向跟你想要的不完全一樣 所以你就把它往你想要的方向走 所以就說FORC 就是在路上有一個分支 那在FORC的一個特色是說它不會去否定 或者摧毀掉以前的歷史 它就是你覺得你有一個新的方向 你就往新的方向走 那這樣子走的過程裡面呢 當然也不可以幫你幫忙 你都要來參與等等 但是呢重點是說 如果你做了這個方向 你當中覺得不錯 那有一點有個march 你就會讓它合併會 就是大家都在用你的所有的base time 那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在民主上面 我們對民主制度本身 有很多不同的創新的方法 那這個就是從民間社會的角度來看 就是一個創新 然後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就是一個公政府 那因為是在國際上面的演講 所以我們就要來處置一下台灣價值 那這張簡報通常是在這個 引用我們這個蔡英文的同學 他在這個競選的時候 曾經說過當選的那一天 他當選的反應是說 台灣的民主在以前是 兩個價值專順正在對決 但他希望現在開始 民主讓他變成不同的價值專順正在對話 那我覺得這個概念是很好的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for democracy 這個意思 就是說在以前大家會想像說 所謂的民主就是 我們會投票 然後選出我們的代理士 那我們的代理員呢 就像總結的這跟繩子一樣 他們有兩個功能嘛 一個是說 把社會上不同的價值觀 不同的這個社會上的利益 去組織起來 那第二個是說 那政府呢 還扮演了一個仲裁者的角色 就是組織起來 確保大家知道彼此的利益 是什麼時候找出一個折衷的 誰也不要這個 受太多傷害的這個狀態 那所以就好像一個繩子 這樣一個角色 那這個上個世紀翻流行的 一種公共制的一個概念 那在這個世紀 尤其是這十年來 操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戰 那最大的挑戰者 就是各位手上拿著手機 因為有了手機 有了社群網路 有了各種各樣子 直接人民組織起來的方法之後 其實大家不太需要代議者 也不太需要政府委員 也不太需要這個主流媒體 所以大家自己就可以組織起來了 一個關鍵字對 一個hashtag MeToo 然後一個hashtag什麼東西 你動不動就可以 只知道十幾萬人 這都比一般投票的人還要多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各方的勢力 都不需要中間兩根繩子 就可以組織起來 而且呢 如果中間這根繩子 還想要當重財者的角色的話 他還問說 欸 怎麼這樣子是 這個最平衡的解決方法 他就會發現說 各方那個拉力 都已經搶到說這根繩子 隨時都要斷斷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行了一種治理的方式 就是Internet Society 這幾十年來的治理方式 那麼叫做Open Multi-Secoder Process 就是那種開放式的 讓所有利益關係人都能夠加入 但是是用一種公開搶事情 而不是私下搶事情的方法 去搶做什麼呢 就是雖然大家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然後如果有一些共同的價值的話 能不能夠找到說大家都適用的解決方法 所以我們問的問題就是 不斷地去問說 大家有沒有共同價值 雖然立場可以找到 然後有沒有找到一些解決方法 使大家都可以適用的 好 那我也知道說 這樣子感覺上就是很平衡的求生 所以我們就來舉一些實際的例子 我如果舉那個暴血軟體的意思 是不是大家都已經聽不過了 沒有聽過 不少人沒有聽過 那不錯 那我們不如就來舉一下暴血軟體的例子 所以 為什麼是日文版 等一下 隨便啦 日文版一個大家都看得懂 欸 比如說 在這個 當時這個 報血軟體 就是去年5月1號的時候 大家可能還記得 當時產生過一個 所謂報血軟體大爆炸的這個狀況 那當當時呢 我們的這個財政部的 國稅諮詢中心 葉國務組長 當時 其實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每一年用Windows報血成功的人 他們的滿意度都是高達9成以上 所以說 他們每次收到的滿意度都非常非常高 然後呢 不用Windows報血都很少 事實上他們都跑去林貴報血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就一直陷入一種感覺 就是說 民間很喜歡這個 報血軟體上面 那但是呢 這個 財政部的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我們在每一個不同的部會 都有一對人馬 他們專門做的事情 就是一直去看 像中英連署平臺 或一些其他平臺 大家有沒有什麼 Emerging Issue 就是大家又覺得說 事情做得不太好啊 政府應該要踩山車轉彎啊 等等有這個方式 所以這位 這個金恒呢 就把這個昆明約過來說 已經有兩百人在聯署了 而且他聯署的題目叫做 報血軟體難用到爆炸 事實上 因為我的日文也沒有很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他當年的這個題目 對 那這個題目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說 他嚴格來講 我們這叫提點子 他並不是真正的一個點子 他就是純粹的負能量 那他的那個內文裡面 更是充滿了負能量 我就不說出來 讓大家看了 好 那這個充滿負能量的提案呢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一瞬間就是 就是這邊有兩百個人嘛 在彼此留言 而且高達九成都是在那邊 就是充滿負能量的 說這個就是什麼下台啊 什麼不好啊 什麼爆炸啊之類 那只有大概一成左右 弱弱的在那邊說 一成多啦 弱弱的說 我用Windows報很順 但是沒有人理他 那所以這個情況就變成說 我們財政部的世界觀 跟這個網路上的世界觀完全不一樣 然後那當時我們就去問一下為什麼 那後來才發現說 在去年的時候 Oracle這家公司把 報稅軟體在Window 在Java Applet這個技術上面的這個 原件把它停用了 也不是停用 就是氣用 不建議使用 所以大家如果硬要用的話呢 像我們黃國昌老師就花了 好像快四個小時還沒有搞定 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所以呢 報稅本來心情就 你知道沒有很好 所以這樣子心情大概就不會更好 所以這個情況下當然有負能量也是很正常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的 看護政府聯合人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不到四十八小時 我們就實際上這個論壇 然後呢去把所有吵得最兇的朋友們 都邀來 邀進廚房來一起處理 那當時這一位這個卓志遠 這個是一位EYUX的一個設計師 然後呢 他就覺得這個讓一隻安裝年前 花了四個小時還沒有辦法做完 他就發起了這個連署 那所以這個連署呢 他一下子糾集到的這個人 其實是發非常多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試著把 這應該是使用者的意思 或者市民的意思吧 所以說我們試著把 大家是先看到政策流程系統 會不發揮 然後最後大家可能覺得很爆炸 然後把它拿到前面來 就是在我們去研理夫 行動發展政策檢核之前 我們就先去問一下大家 特別是吵得最兇的這些朋友說 到底如果 如果換成年來做的話 你會做怎麼樣 會怎麼樣做得比較好 那這個很 我覺得很高興的就是說 這樣子一播出來之後 就高達八成的那個風向完全改變 高達八成的朋友 忽然間就很有見識的 然後說這邊這個拍板要改變啊 這邊原件要怎麼樣 這邊怎麼樣 然後只有一成多 還在那邊弱弱的說 財政部長下台 但是其實沒有人理他們了 所以就是說 只是單純的一個邀請的動作 就已經非常的有幫助 他就可以讓所有各個不同方面的 不管是做文字工作 做設計工作 做程式設計等等的朋友們 實際邀進來 那我覺得這裡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我們說 多元的不同的立場 那找到共同的價值嘛 那這也重點那個多元的立場 我們是要用一種 服務設計的概念 在裡面的每一個流程階段 把實際上大家的那些感受 先蒐集起來 而且我們絕對不會和諧大家 所以如果在線上寫字報多 我們就是寫字報多 如果是華麗到讓人迷惘 就是華麗到讓人迷惘 然後這個如果我們做服務設計 理論上感覺要愈來愈好 但有人提醒我們 想到要報稅心情就不好 那所有這些東西 我們都是非常的 就是一字不改的 把它放在這個服務設計的流程度上 那所以實際到了協作會議的當場 就是我們把所有利益關係人 約過來之後 大家就是用類似貼COSEC的這個方式 去找說 如果今天我們真的是打藥重練的話 那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樣子的報稅體驗才是比較好的 那在這裡的利益關係人 除了我們這些COSEC之外 很重要的兩個角色 一個就是我們實際的那個 左下角的廠商 就是官網網路的廠商 它也是全程參與我們大概五次的工作方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我們要 專業的FACILITATION 就是主持的引導人員 去讓每個人都能夠充分地 把自己的心聲 自己的立場充分地表現出來 這樣子才有找到公共價值的可能性 所以當然我們在辦了幾強工作方之後 最後今年的報紙軟體 如果你是用Linux Mac或者是平板的話 當然就是漂亮的很多 但這重點不是只是漂亮很多而已 而是說在過程裡面 我們甚至包含有些做雲端的這個技術的朋友們 也進來這個協作 然後他就發現說 這個報紙軟體在以前 它都是去租固定的頻款 跟固定的那個機台裡的機器 但是事實上 它都是用最高用量來租的 所以最高用量大概只有在前兩天 跟後兩天才會到達PIC 其實中間報紙的人並沒有那麼多 所以就是我們花了很多不必要的這個錢 在當Buffer 那所以呢他就說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件事情 叫做這個elastic computing 就是所謂的雲端部署 到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很新的技術了 那所以呢 財政博物最後就被說服了 就用了政府運 來做經營的這樣子一個報紙的介面 然後就省了非常多錢 所以我們這整個案子 它其實預算是負的 就是說我們少了非常多錢 用省的錢裡面的一個零頭 來做重新設計 所以像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說這對所有人 包含機關人員或者廠商來講 都是有好處的solution 那這個概念我們就是不斷地去使用 在各種各樣不同的政策制定上 那這個大概是一個很具體的開放政府的案例 然後有事沒事我們就會把我們在約會這個 每一個不同的部會 這個拼了財政部的報告之後 大家投票 然後去決定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協作會議怎麼開等等的這些部分 東話牆明漂亮的暖化 然後就變成我們這個拿去做這個外交的材料 大概是這樣 好 這個串場應該差不多了 應該有些問題了吧 OK OK 有23位朋友們說 對於Github即將被微軟買下 有什麼看法 那個之前 微軟總部 我不是才去年 就是Xia2 跟他們的一些回座 然後他們也有回訪 那回訪的那一天剛好變成 就是他們開那個記者會把Github買下來的那一天 所以他們的那個 就是 就是 負責人 就是台灣區的一個負責人 有問我是 欸你對這個人 我們買的必要跟什麼看法 然後我說這個 應該對於這個 比我年輕的 這個 不會記仇的人來講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move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微軟是 真的對開源 他是派一個很 就是在 就是Z年 這個 這個 他們之前買的這樣一個 之前是貴農的貢獻者 夢老的貢獻者等等的這些 真正的開源人士 來去掌舵 來讓DW 有一個 滿好的一個 具有開源文化的這樣一個領導階層 那所以我覺得說 比我年紀大可能可能 就是 不一定很 很容易忘記微軟 在在以前 對於開源不是很友善的這個狀況 那但是我想 比我年紀輕的朋友們都會覺得說 這是微軟的一個 這個很好的一個表現 那他聽了就是覺得說 這是很公允的一個判斷 就是我想我們還是覺得說 嗯 我們當時在 做自由軟體運動 甚至有開放原來這個字之前 我們當然都是希望說 Working with people 不是 working for people 然後就是不是感覺上好像 嗯 大神就是 關在 好像說 西雅圖 那其他人支持使用者 六人電腦的使用者 然後 每年都這個 這個 這個祈禱啊 許願啊 然後看看下一版 Windows 能不能這個 有了一些功能出來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透過開放式的開放方法 能夠就像剛剛那種 協作式的治理一樣 每個人把自己能貢獻的部分 領出來之後 融合成一個更好的 作業系統 那這個事情買不到的 那我們當然目前有一些 跡象顯示說 微軟至少在底層的技術 以及是開發者相關的技術 以及一些雲端部署的技術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Linux的Allens 這些基本的 幫他們省錢的這個層面 他們應該是 蠻徹底的在用開源的方式去處理 那當然他們這個大轉向到現在 也才近年而已 所以我們還是 持著一個 就是 就是再看看吧 的這樣一個態度 但是至少目前他們走的方向 我覺得是正確的 所以我目前就是 省慎樂觀 那但是 隨時都保有這個 因為Gate 你隨時都可以 都轉換到VLive 或者是什麼其他地方去 所以 都是隨時 還是就是 隨便按一個鍵 就可以跳成 但是還沒有按哪個鍵 的這個狀態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有十四個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我們算是理工科的學生 對於新的資訊時代 怎麼跨領域的融合科技跟美感 第二個是說 有意願想要參與政務改革的 這樣子的年紀裡面 有什麼管道可以入閣 或者是參與我們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一個很容易的問題 所以我們先回答 我們有那個健行生的計畫 我們去年招了二十五個健行生 那我們今年大概會有 接近四十個健行生 那所以 其實如果感興趣的話 一直都可以在那個工部門 健行計畫的網站 可以看到我們 每年會招三個T次的健行生 那這個概念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說 像去年 我們是用平板跟電腦 去把所有的中央部會的網站 一共五百零八個網站 去做它的益用性的一個檢查 那就包含最簡單的就是 跑板嘛 就是你打開 然後自就不見了 或者是就變亂碼了 你開始用閉個五邊嘛 然後他忘記標示他的就是Tri-set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狀況 那就是大家一起去做檢測的工作 那但是他們不是只是做檢測的工作而已 有三分之一的朋友 就是在想大家可能都有的能力 就是有HTML CSS JavaScript的能力 所以呢 在檢測這個 爆回來之後 把資訊主就直接說 那你就改這三行CSS 其實你就不會爛掉了 或者就會好看很多 或者說動線就會好很多 或者說他就不會 以為你的i-cash i-phone 之類的這種情況 那所以這個其實 對於各機關的員們來講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領域 就是說他們以前聽到這個 就是資訊科系的學生 很多就是覺得是來找麻煩的 因為他們都沒有這個 沒有錢再給廠商了 然後這個年度預算又已經編了 然後指出一大堆問題 然後他們也不是那些 玩用負擔學 之類的這種情況 所以但是我們現在就是 等於是帶著禮物來 他們都不需要再額外的話 任何的經費 所以只要把這四行 CSS和Jonescript 交給他們的廠商 那那個廠商 就會把這508網站 都做成大家用了之後 覺得很難用到保障的這個狀況 那這是去年 那我們今年做的就是 行動網站的部分 所以同樣的 就是有人用iOS 有人用Android 然後同樣看到任何問題的時候 那就去解決 所以我們兩年下來 應該可以說把所有政府 中央政府 在人民看得到的這個服務的接觸點 都怕電過一遍 然後那些真的就是 很難很難用的部分 大概都因為我們見習生的關係 能夠有所改善 而且你也不一定需要住在台北 我們中間會有幾場見面會 但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 因為我自己其實 入閣的時候有三個條件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 我應該可以在那個地方上班 所以那當然我辦公室的同仁 也都可以在那個地方上班 所以那我這邊當見習生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在那個地方上班 那除了這些檢測之外 我們也有所謂的數位設計 DISO DESIGN 那大家就是 加入之後就是去觀點 我們目前公務體系裡面 用的一些比較 粗糙的一些表彈啊 一些做法啊 然後呢 把它弄成就是 看起來就非常高大上的一些 具有設計感的東西啊 然後呢 也把它翻成英文 然後去讓各國的 做數位服務的朋友可以使用一下 那這些也是一些 對說的三個工作 那同樣的做這些工作的朋友 目前甚至有在紐約的 就是他就 整個實習兩個月的期間 都沒有未來完 所以像這樣的情況 我們也都是允許的 所以這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然後也可以 工作的過程裡面 不需要有太多繁文入竭 所以 歡迎進入我們的 健行計畫 那另外就是說 融合科技跟美感 其實我們剛才 秀的那一些 不管是網頁的 易用型 或者是服務設計 或體驗這些東西 它都是需要非常多的 美感上面的 input 而這個美感 它體現在不只是 視覺設計 就是這些 配色啊 這些當然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說 你在過程裡面去觀點 每一個touch point裡面 每一個利害相關者 有什麼感受 那你把這些感受 綜合起來之後 再去做一個 讓它能感受更好的東西 所以這個美學 它可能就不會是 單一的美學 而是說它是融合 大家覺得怎麼樣 比較舒服之後 去讓大家都覺得舒服 像一種 有折中的一種美感 那這種美感 透過服務設計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是蠻有收穫的 就是我自己在 這些放茶的過程裡面 去了解到 各界對 這個政府的福音怎麼看 我是覺得很難 很難 有15位朋友們說 都會敘述一些自學的歷程 對啊 我自己是14歲的時候 這個中措 就是我去找我的 國中的校長 然後說 我發現有一個東西 叫Y-Web 那Y-Web是當時才剛 就是普京 大概1995年的時候 那當時呢 我就發現說 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 在擁抱這樣一個東西 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preprint 就是期刊還沒有審閱完成 大家都知道審閱沒有比較久 還沒有審閱完成的草稿 就先丟到Y-Web上面 然後就是問大家 然後請大家可以理解 那這個東西到目前 就是我當年這個 很感興趣的那些朋友 那個社群現在還沒有消失 所以就是有Arxiv 這個應該不用我特別介紹 可能大家現在都已經在看了 就是各個領域 尤其是像 訓練領域 很多preprint都會往上面丟 那上面找不到的 在那個sithub就可以找到 對 當年還沒有sithub 好 總之 就是當時我就是去加入這樣一個社群 然後就發現說上面的東西 我看不懂的部分 我直接用email去寫信給對方 對方不會因為他是什麼大神 像什麼Dobal Self-Starter 就是做那個GEB寫 GEB那本書做認知科學的 也算是AI的一位大師 那他根本就不會去管說 我是不是什麼學歷 或者是我是什麼經歷 我就不管 因為反正每個人都是一個email而已 那我的詢問裡面 他覺得有貢獻的 他就直接回 甚至是用漢語拼音詢 我漢語拼音詢 我漢語拼音詢 我會講中文 所以在這個狀態裡面 我就感覺到說 我任何時候 只要看到不懂的東西 那以前就是老師啊 或者是教授 都跟我說 我要先讀到最好的大學啊 甚至要出國啊 要加入他的lab 才能夠這個 這個親子大師的風采 才能夠跟這個大師一起研究 可是明明這個 外圍出來之後 我看他的配合 發現裡面有一個錯字 我就可以隨便寫通信 然後他就把我當作 是一個 就是 對等的一個研究人 來對待 他根本不知道我才14歲 或他就算知道 他也不會管我才14歲 他就是 把我當作另外一個研究 所以是非常 liberating 就是覺得說 欸我認識你學問的方法 可以不是透過教科書 因為你從這些 課廳內的研究 到學界主的接受 到我們的課法會 然後放到課檔裡面 到教科書上 把它寫成這個 就是教材教法 然後實際進入課堂 十年就已經過去了 所以我在當時 逛這些社群的時候 就覺得說 很像進入一個十年之後的未來 在這樣的感覺 那所以 當時我就跟我的 國中校長說 因為當時還是義務教育 就是 如果沒有去學校 是要發錢的 所以我就跟他說 請他這個 幫我騙一下教育局 就是說 我每天就還是要來上課 但是事實上 我就是去別的地方 後來就去創業了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 大家就是 師長 包含校長 包含我的父母 我就是一個一個去跟他們 研談 就是說 這個東西真的是 學起來比較快 然後我真的是 就像好的一個社群 然後後來他們也 看來都一一的 就是被說服了 所以 我自己是覺得很幸運 就是在當時 我們雖然是 第0 第1的這個 自學生啊 我跟曾楊 跟就是幾個 包含夏威奇啊 跟跟這些朋友們 當時就是在這種 校方特許的情況下 去進行自學 那當然 比我們再年輕一輩的 像我弟弟 比我小四歲 那當時他就可以 就是第一批塞加自學 或者是 實驗教育 當時就開始合法化了 那到現在台灣的實驗教育 已經是去拿做最先進的 我們實驗教育的三法 也已經通過相當教人 所以 我們就是在台灣各地 目前到 所有學生的10%的數量 都會進入實驗教育 那這些實驗教育 裡面當然也不都是成功 但是成功的部分 自發啊 互動啊 共好啊 這些素養 我們就是直接拿到 國民教育的課程裡面 然後進入冠型教育 就進入國民教育 那明年就會 希望啊 明年就會上路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實驗教育 或者自學 它不一定是要在學校外面 我在自學之後 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要去各地的大學行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重點是說 它是一個態度的轉換 它不是一種 就是空間的轉換 你在相同的空間裡面 只要覺得說 學校是你的資源 那你用不到的時候 用 用不到的時候 不要勉強自己用 那這樣子就是你的自學的態度 它不一定是說 你要在課堂上外面 有16位朋友想要詢問說 對於台灣的科技人才的出走 所謂人才外流 有沒有什麼看法 作為一個已經外流很久的人才 我覺得外流是一件好事 但是問題是說有沒有對流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信心 去讓其他地方覺得說 這個創新很適合在台灣 作為一個朋友 能夠留回來 那這個就是好像是 薩爾的概念 就是說 像當時這個杜伊錦老師 就是PTT 他回來看一個AI Labs的時候 那他也是說 就是他不是一個人回來 他是幫忙 把他在就是微軟的一些人脈 包含Cortara的這個就是主要的設計師 或這些其他的AI社群的朋友 他是整本整組帶回來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 我們就可以用來測試說 我們從2015年開始 就已經開始試著把台灣的公司法 那當然在最近兩年 有所謂的外國人才專法 那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是有一定的這個貢獻的話 那你在台灣 你不需要三個月就必須出去一趟 你也不需要說 好像只能一個人過來這個家庭 也沒有辦法享受這個健康危險 或其他的這個福利 那你也不用擔心說 你一定要投資一大筆錢 或是你一定要在某個公司榜 你可以自己過來 甚至你過來之後 所謂Digital Nomad 就是說你透過數位的方式 還是在幫國外的公司工作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願意對台灣這個生活 所以你會有所貢獻 我們是從新加坡抄了那個 四合一就業金卡 就是你可以待三年 然後中間無限次出入境 可以工作 這樣一個金卡 那這個金卡的好處是 比新加坡好 就是你可以renew 就是你到了三年 你覺得在台灣真的不錯 那你可以再多來幾年 那這個時候 大概到第五年的時候 如果你對台灣有相當大的貢獻 那我們現在就會邀請你 這個加入這個國家的國籍 就是also Taiwan News 就是說 你可以取得這邊的國籍 但是不用放棄本來的國籍 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以前在亞洲 那個日本是這個 對於國外的人才是最嚴的 那台灣可能是第二嚴格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就 一瞬之間就跳到這個第二寬鬆的 那僅次於日本 因為他們也交往郭政區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之前的這個 沒有對流 它真的是一個問題 就是像如果我們這邊的朋友 跟新加坡的朋友一起創業 找到的題目的話 之前真的在我那個時候是 九成的機率就是 就到新加坡開公司了 絕對從來沒有題目說 或然來我們這邊也開公司了 但是現在我們在最近兩個年 就是包含公司法 傳承條例 然後外國人才專發 等等一個一個通過之後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就慢慢比較接近 明明的這個情況 當然還有大段路要走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目前外流的朋友 我們都是把它當作說 它能到比較適合創新的地方 去做它的創新 但是當這個創新要規模化的時候 或者它需要一個 比較就是具有多元 價值色彩的社會 來去做它的這個 Stateholder 跟它的供應鏈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很歡迎 整團整團的人 帶回台灣 我想未來沒有什麼創新 是可以當地區 和當地國家做到的 都是要靠這種區域的聯絡 那所以我們目前就是 一直在鼓勵這種 甚至包含在外交上的 這個所謂的暖實力 像今天的那個記者長緒裡面 我才介紹 總統貝佩克松的一個 五個獲獎團隊之一 就是我們台灣自然水公司的 搶救水寶寶 那這個搶救水寶寶的團隊 他們拿了就是卓越獎之後 那我就幫他去紐西蘭 找了一個accelerator 然後就請他們的這個團隊 跟就是一些民間的 或是我們行政院資訊處 也有一個朋友 下來幫他們寫 政策漏水的AI 那他們就整團人去紐西蘭 然後去取得紐西蘭那邊的 水壓水流這些資料 然後去幫紐西蘭政府 解決他們的漏水問題 那這個我覺得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是在日本 或是在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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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在這些地方 也是很好賣的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去那個地方創新 然後回來把它擴大 那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是目前的一個 不錯的一個看法 十五位朋友們問我說 知不支持科教授 我想是 我是新北市的市民 所以 我其實沒有辦法 在台北市場選戰裡面 這個扮演什麼角色 雖然之前有些黨政人 是希望扮演什麼角色 但是我就直接拒絕了 對 那我想這裡面 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 我自己在做的這一套 就是多方利益關係的 這個溝通的工作 在政委員這個位置 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政委員本來就是 他不會 就是協調 協調不定的事情 政委員幫院長來協調 那或者是說 每個部會都不想碰的事情 像之前那個電競選手的權益 我們想盡辦法來找出 那個部會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那所以這種協調的方式 就是很適合我剛剛講的 這種開放的 完全沒有秘密的這種 多方利益關係的那些條方法 那但是呢 我相信就是 市政工作不只有這一面 就好像是 我們總統或外交部長 或國防部長的工作 也不只有這一面而已 那但是那一面是 我既沒有經驗 而且重點是我沒有興趣的 就是我入閣其中一個條件 就是我看到的所有東西都會公開 那但是所有的國家經歷 我都不要看 就是如果有這個 就是什麼秘艦送到我的桌上 我就是直接給我的餐食看 我是連碰都不碰的 可以吃的秘艦當然 我是可以吃的 但是公文的秘艦是 我是連看都不看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是 我是 可以說是一腳在政府 或者一腳在民間 但是這樣子的做法 我相信在市政 或者是行政院長 或者在某個工作上面 其實是很難這樣子去做 所以我目前對於這樣子的運作方法 如何去在市政上運作 我其實還沒有很好的一個想法 所以也就是不但我自己不會去選 而且我在台北市也沒有投票群 所以那就這樣子吧 你們馬上追問說 這個能不能對新北市場後選人去做分析 這個現在根本還沒有到這個選舉期 所以我是還沒有非常注意我們這個市場選舉了 當時有很多新北市的議員 這個今天那個我在記者查序才而來問說 這個如果有不同黨派的這個議員 要我站台啊 服選啊 或甚至市場後選你怎麼知道呢 那這個我有什麼想法嗎 那我是說我當然是不會去幫人家站台 我覺得早是真的沒有興趣 但是確實我離開三 就是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都基本上只要有可能 都會在空總 那空總是大家可能知道 是建國方式廣邊的一塊很有趣的地方 那我們在裡面 各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空總社創中心 我在這邊就是每個禮拜三 是我的office hour 任何人只要願意讓我們的對話 不管是對我的直播 或者錄影 或者是竹子島 上網公佈 任何人都可以來這邊講我聊天 那我自己也會在禮拜二的時候 去巡迴到台灣的各地 像這邊是在花齡 去登當地的社會創新者去聊天 那像台東就可以teleconference進來 而且我在聊天的時候 十幾個不同的部會 都會同時待在就是台北空總這邊 透過這種直播的方式 雙方直播的方式 視訊會議的方式 去看到我現在 不管是到原住民族的地方 到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他們那邊的實際情形是什麼 所以他們那邊的朋友 就會覺得比較親切 不用打他三個小時的朋友 然後只會來台北 做15分鐘 我簡報我身上 也就是不太可能真的 做生太多溝通 而是說我們實際去那邊 甚至住一個晚上 然後去實際上 當地的情況 然後再把台北各部 裡面扣進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透過這種透明的溝通的方式 我最常是來著不拒 就是我在巡迴的時候 也不會拒絕任何人 來我們的這個 成為重新的作態 我在台北空總的時候 也不會拒絕 有人來拜訪我 像之前一位翁張蘭文老師 他來拜訪我的時候 忽然間就自己來來直播 那我也只好開直播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這個 當然後來我就發現 說原來他是要選縣長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我是不會去篩選來的人的身分 就是說他只要來 他願意公開 那就聊一聊吧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也是一種 比較另類的方式 但是我想越靠近選舉 也許越會有一些 相關的朋友們 就是就直接來碰碰找我 然後去討論 他的施政的一些願景 那我也覺得 這不是一件壞事 有十三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走向越高的地方 會遇到很多的障礙 或者是攻擊 路走到今天 有沒有什麼建議 他怎麼樣培養 像這樣子堅定而溫柔的力量 我想障礙也好 攻擊也好 都不是個人的 我自己可能在2008年 加入一個叫Social Times的公司 那我們寫的東西就是所謂 就是Enterprise Social 就是說 我們為了一些大的企業 或一些大的非典型的組織 然後在裡面去導入類似 類似維基百科 類似Twitter 類似Facebook 類似相信的Slack 這樣子的一些工具 然後讓大家能夠在 工作環境裡面去 進行彼此的討論 那我們當時在設計的時候 就發現說 你可以把它設計成 大家在相信一些 所謂Social Production 就是你把大家都創造出來的 那個東西 當作你需要花時間 進去的地方 那在上面的討論 或什麼東西 就是為了這個Social Object 就是大家可以繞著它 去做討論的一個問題 那或者是你可以把大家 花在這個平台上的時間 當作主要的點檔 然後去Arkinize這個 因為這個Social Object 是說大家很快的取得你 需要的資訊或知識 或者是一些支援 然後你就去做事的 但是這邊是說 讓你盡可能 這個現在這裡面 然後就都不去做事 然後就 一直浪費彼此的資質 那我們當時 做了很多 MD Testing 做了很多 User Experience Research 就發現說 有一些很細微的設計 你沒有設計好的話 很容易就偏到這邊去 那當然 就是在2018年那個時候 我剛說 我要Telework的時候 那其實 Social Text 就來一個提供 同時Facebook也來一個提供 所以我當時是想了一下 我是要這個 就是做大家上半時間 或是下半時間的工作 後來是選了上半時間的 但是如果Facebook 這樣子繼續做下去 當然他們到今年 是有所謂的大轉向了 但是也繼續說 要成為一家 充滿社會責任的公司 我們就是看看吧 那這個我想 就是知錯能改的都是好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在他們之前的發展方向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很多設計 他就是為了讓你 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而不是為了要讓你在上半時間 是有明義的 或者是說 是有所剷除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會有非常多 就是他放大了人的情緒裡面 分開的部分 或者是這個未看現存的部分 或者是這些部分 他那個場域的設計 就是讓人在上面比較難以 就是為了要熱戰 那所以 而且 他們也是最近才改成圓框 他們以前都是方框 那個我們早以前 就做成圓框 我聽說 有很多很細微的東西 所以改變人家上面的一些 一些態度 那所以 我想 就是我因為是設計這些系統 所以 我在上面看到的 就是各種各樣的攻擊 路馬 或者是這些東西 我都把它當作系統的強出 然後這個 大家有罵我 有什麼東西 我都當作意料 所以就是說 我是採取一個非常 資訊科學的角度 來看這個系統的特性 我是不會太給個人的 那當然就是 如果有人到最後 是提到我的名字了 他真的是 就是聯名代姓的這個攻擊 那我當然 不可能假裝說 他不是在講我 這只是系統的產出 剛好曬到這兩個字 大概不太可能了 那 但即使是這樣做 還是透過一種叫做 精神按摩的這樣子 一種想法 去處理這件事情 精神按摩是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 任何時候你看到一些字眼 或一些圖片 或一些表情包 你如果會感到難過 或不舒服的話 那就表示好像 按摩嘛 這個 留一些痠痛的點 就表示你的肌膿 有些地方沒有鬆開 就是說 這個我們在 就是 我們在做心理學上面 這個就是說 你有些助抗 有些抑制 那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就很感謝 這個 這些網路上的朋友 幫我找到我的主卡 那這個時候就是 重點就是 你不能陷膩在那裡面 然後 一直感到很痛 因為按摩 你是按很痛的地方 那很快 你練習的時候 就不會動了 所以 重點是說 你那個時候就要放鬆 然後 像我的話 我會去拍一杯茶 或者是 就是 搞一些很好聽的音樂 總之一些很舒服的一些感覺 然後呢 在無形之中 在腦裡把這些字眼 這個把我表情包 或者是這個圖片 去把它連繫到很舒服的感受上面 那所以 透過這種比較類似 認知行為療法的這種方法 我在下一次 那看到這樣子的 這個人生公職 或之類的時候 我就可以非常淡定的去 回應裡面 有建設性的部分 那就讓旁邊的旁觀者知道說 想要激怒我是沒有意義的 那只要有建設性的部分 才能夠得到我的回應 那這個也會有一個 就是教育的一個作用 那重點還是說 因為我想看到什麼字眼 大概毛裡想起來都是很舒服的感覺 就是 因為就是透過一種 類似自我暗示的方法 去讓就是 每一個人生公職也好 送你也好 其他東西也好 都聯繫到 這個比較舒服的那種平淡的感受 那這個就跟 坦坦請過任何其他運動一樣 就是你每天練習 慢慢的就變成一種反射動作 所以這個是不困難 有空的話也可以練習一下 有13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公共偵測參與平台裡面 有很多來亂的提案有很高票 如何決定真正重要的事情 還是不管內容高票先做 我想我們在公共偵測參與平台裡面 其實它是不是來亂的 它是非常難以界定的事情 就是我們 我們之前處理的很多的工作 像說 大家可能記得 有過一個提案是 希望台灣把台灣的市區改成GMP加9 就是弄成跟日本跟韓國的一樣 那一共有8888個人附影 那同時呢 又有這個8000多人 這個在那邊練習 另外一個案子說 這個GMP應該保留到加8 這是一位選振花旗的提案 所以這兩個提案加起來 只有1萬多人 那你說它是不是來亂的 我想很多朋友會覺得是亂的 那但是它值不值得認真處理 我覺得當你有一萬多人 都等於訂閱了我們 電子報的時候 這剛好是一個很好的來認真處理 讓大家看到說政府有多相信人 的這樣子一個機會 也就是說 這就是一萬六千 一萬四千人 我們這兩個提案 我們當時合成這個8加9提案 這個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大家找出來的一些理由 健康作息遊物 什麼證交所交通 什麼節約能源觀光 什麼有的沒有的 大家提了非常非常多的這個案子 就是它的可能的利益跟影響 那我們這一個就是結合了 九個誤會的力量 他們一個一個去試測 包含這個公演院之前有做過研究 或者說如果實施下令時間的話 會不會有能源的節約 答案是不會 然後 然後以及就是 到底會不會促進觀光 結果是除非大家都 這個爆肝加班 不然不會 好 然後但是它有一些cost 就是你在信用調適的時候 有些cost要做 那我們就實際要兩邊的提案 實際面對面來協作 那他們在面對面的時候 他們就是有不同的立場 可是就發現有共同的價值 那這個共同價值就是 幫助世界各國來認知這個台灣人 跟中國大陸地區的一個差異 那這個差異到底是什麼 當然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但是至少幫助台灣 這個在國際上能監督 這個是一個共同的價值 那我們就開始辯證說 如果我們付了那麼多的一次性成本 跟蠻多的持續性成本 只是為了改市區 這樣到底有沒有用 那在一番集思廣例之後 大家都發現說 大概是沒有用 因為就是對方只要說 香港沒有自治的貨幣 我跟你說 一個一個大的 這個國家裡面有好幾個市區 或者是好幾個貨幣 也不是沒有的事情 所以我跟你說 這個並不是很有效的 能夠讓大家看到 就是這個價值的一個方法 所以說 在這個 他們全部做完這些判點之後 我們就把力氣放在說 怎麼樣提升能見度 所以最後 對於這 一萬多位朋友 在兩個不同的提案 我們的具體回應 就包含 對於列下一篇小論文 就是這個市區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對於國民作息 成年影響 平衡交通影響 觀光影響的平衡 確認訴求提案延商的組織法 然後我們要如何解決 就是要形象台灣的民主人權價值 開放政府 經貿合作 國際參與 治安公民參與 包裝屬於台灣的故事記錄和新設法 建立MIT平台等等等等 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說 你說它是不是亂來 也許你還是有一點亂來 但是透過這種面對面的討論 把大家這種感受 舒服跟不舒服的感受 都確認之後 大家還是可以凝聚到一些真正有意義的東西 然後 集思管一出來的東西 政府是可以用的 並不是不能用的 所以我覺得 重點是在有這樣子一個 開放的 然後讓不同方向的朋友們 都可以覺得很安全的 暢所欲言的這樣一個管道 那這樣的話 我們才可以 不會覺得是說 好像是政府要來做價值判斷 哪些是有意義的 哪些是沒有意義的 而是任何東西 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自行動力 有一個追問 這個隨著言論數量增長 每位使用者 不見得能夠看到哪一則留言 系統勢必要做縮點 會不會一定用系統帶動一下 會啊 那所以 當我們這個人 多到一個前度 可能上千人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再用Slido這樣的系統 其實我們在連署品牌裡面 也是有像Slido這樣的系統 它在每個連署的下方 你都可以看到 贊成論點在左邊 然後跟其他想法在右邊 那然後 這個系統跟Slido是相同的 但是 當我們人再多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另外一個系統 叫做Polis 那Polis這個系統 是一個所謂AI Power Conversation 它的基本概念 是這樣的 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 看一個具體的一個感受 比如說當時我們在處理UberX 進入台灣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一個感受說 我覺得所有的乘客 都應該要有保險 讓我覺得不安全 那這個你可以按 同意或者不同意 或者調過 那假設你同意或不同意 你的這個Evatron 你就會在這隊員中間 找到一個你站的位置 那你按了同意或不同意之後 同一個位置 又跑出下一個感受 下一個感受 那你按了幾次之後 你就可以提出自己的感受 那你自己的感受 又變成敵人回頭 那系統會去試著去找到 所有這些感受的一些衝擊 就是所謂的Tenine's Cluster 然後跟它怎麼樣用二維去 盡可能表現出它的多元性 就是所謂的Principal Company Analysis 那其實這個說複雜也沒有多複雜 就是最基本的應用了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說 當大家看到群眾是有一張臉的 就是這個多元性是有一張臉的 而且你的Facebook或Twitter朋友 都是分散在各處 因為並不是就是敵人 他們也不是就是這個妖魔化的對象 它就是你的朋友跟家人 就是你之前沒討論過這件事情而已 但是你現在就比較有動力去找到說 在這些不同的意見裡面 大家多多少少都可以同意的一些感受 那因為我們也答應說 我們會把這些感受 變成我們政策制定的議程 就是我們要討論的東西 所以每一次我們run這個東西 到最後形狀大概就是長這樣 那這樣子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以前在就是PTT 或者Facebook或者DECON 隨便的Mobiling 這些論壇上面 很多都是這些最誇張的這些言論 去浪費掉大家就它部分的時間 但是因為我們在系統設計上面 就是Slido也好 Join也好 Police也好 它有一個特性就是它沒有reply 它沒有回覆被用 所以你看到一個你不舒服的留言 你不能夠去摧毀那個留言者的可信度 你唯一能做的是 你留另外一個你覺得比較好的論點 然後看群眾對你的感覺怎麼樣 所以在這種沒有reply的情況下 我們大家力氣就會花在consensus 就是花在越來越能夠讓大家同意的東西上 那當然我們到最後就把大家確認出來這些東西 變成我們實際在直播社會討論的這樣一個工作 所以 確實像Slido這個工具 它比較粗糙 它基本上就是最高票的跟最新的 這兩個view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人更多的話 我們是有一些 就是資料視訊化的一些方法 能夠讓大家去更好的去運用 有人問剛秀的那個網頁怎麼拼 是Pol.is Police 在這邊 Police 我們現在就是用Police有處理過相當多 這個就是上千人的 有人問說 如果有明顯的族群或者性情上的一個歧視 但是連署人卻很多 這也是一個追問的問題 我想是說 它如果是違憲的話 我們當然真的沒有辦法了 那如果它超過行政院的職權 也沒有辦法 我們後來還特別修了要點說 如果你提案的這個東西 它完全不存在於現實社會當中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 這個是因為有些朋友一直提案說 希望我們的外交部跟雷爾運動的那個外星人建交 就是建立一個給外星人的大使館 那這個真的是也沒有危險 技術上也做得到 但是外交部很困擾 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跟外星人建交 或是像有一個朋友提案說 什麼要發動聖杯戰爭 然後運用什麼外側魔力支援來解決那個問題 那這個我們也很困擾 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發動聖杯戰爭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像像這種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就只好抱歉 但是它只要是還在 就是具體的實際事件這個範圍 即使它裡面有一些歧視的成分 就像大家剛剛看到 在連署底下也有其他意見 那是個很好的 讓社會上不同的方面 都能夠互相辯證的這樣子一個機會 那尤其是有一些看起來有歧視 可是事實上當你落到具體的個案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看起來彼此受不了的一些人 它到最後是可以有些共同價值的 舉實際的例子 就是我們最近才處理了一個 單身的女性能不能夠去 合法進行人工生殖的這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 當然大家都知道是因為 就是我們接下來馬上 就是婚姻平權嘛 就要實現了 那所以這個題目 就就躍上了檯面 那這個題目的厲害關係 我們也要到了 就是好比像說 這個大家可能都兒生能詳的 這個護家男的這個 張首毅老師啦 伴侶門的徐秀文老師啦 還有一些很有名的老師啦 那這些老師們 那實際來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因為這個題目它足夠具體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不是站在自己的 本位主義的或其實性的立場 大家都是放在說那 要出生的這個小孩 那他是理論上是膽親嘛 或者是說他不是膽親 那些有些不同的情況 那這些情況下 我怎麼讓這個小孩 覺得是對社會所尊重的 那這個社會怎麼樣去調整到 能夠接納這樣的小孩 那每個人都是用一個後代的 等於說真正的厲害關係人 他根本還沒有出生 所以他沒有辦法為自己講話 你知道 去幫他講話的這樣一個方向 但是每一次當我們在處理這種厲害關係 事實上不在場 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之外的 利益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們討論蠻有品質的 而且到最後也可以總得到一些可用的結論來 那這個概念就是所謂的 overlapping consensus 就是當你挑的那個題目越具體 看起來是有意識形象或其實的這些各法 就可以收到越有用的結論 當你在討論的是 就是什麼是神聖的 或什麼之類的這種東西的時候 當然那是沒有辦法討論的 所以我們只要有一些具體的個案 我覺得還是可以去處理 有13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如果現在想要成立軟體公司 想問我的創業例子 再來就是這個年代 往這條路走在國內外的方向 大概要怎麼樣準備 如果要成立軟體公司的話 那當然前提是說 你要能夠去解決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 那不然的話就是你要圈錢啊 割韭菜 可是那個不是我很擅長的就是炒作的部分 那個我真的不太會 可能要問給他老師 我比較會的是 我比較會的是解決社會的具體問題 好 那我想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我最近有 像Polis其實也是一個新創人 那他是西雅圖一個新創團隊 那所以我在輔導他們的時候 我是有點像一個 mentor 的角色 就是我會一直去詢問他們說 他們的 mission 或他們的 vision 到底是什麼 那後來他們說 那他們的 vision 是說 他們希望這個世界能夠 go beyond polarization 就是說不會再被意識形態撕裂的一個世界 這是他們的 vision 那他們的 mission 就是說他們要去 uppose citizen driven decision making 就是說他們要去支持 由市民自己去自主 去做出自己切身相關的一些決定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要運用高分數學 來去開發一些開放的工具 跟一些開放的系統 那當你的 vision跟 mission 都確定之後 我覺得接下來才是 開始去找 你的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去找 跟你這個 mission 相關的一些朋友 然後試著去找到他 作為你的上下人之類 那如果你一開始的初衷 就是 vision 或 mission 不確定的話 那很很容易就是說 你的種子輪投資者 這個目前剛好相信什麼 你就忽然相信什麼 那這個狀況 那到最後就會很痛 那我自己的創業經歷 基本上是 越早期我都是越抱持著一種 就是我就是想要學嘛 想要練習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但是越到後面就越是 就是我想要創造更多的 正向的社會影響力 的這樣子一種想法 所以我現在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批的小子 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創業 那我們大概二十幾個 full time 三十幾個 intern 當然說 那所以這些長起來 差不多也就是一個 小的 startup 對 一個大小 那我們就一開始 花了非常多的力氣 去確認我們的 vision and mission 那所以這是我們的 mission and mission 那但是這裡就很有意思 所以說我這邊也想要 另外一個忠告就是說 創業團隊每個人的 vision 一定不會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是找到 創業團隊裡面 大家都能夠認同的 那個最核心 去當作 top priority 的這個 vision 那其他的當他跟這個 top priority 有衝突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要怎麼樣去省你的資源 才不會覺得說 看起來都很好 然後都做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的 core vision 是建立政府跟民間的戶性 任何工作 就是最好都能夠建立 政府跟民間戶性 那如果他只是能夠培養 公民社會的能力 或者是他只能讓公務員 作業流程更輕鬆 但是卻會減少 政府跟民間的戶性的話 那我們就不做 但就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 當你的 vision and mission 越確定 你就越能夠透過 外面黃色這一圈 process 去跟你的上下游 去跟你所在的 context 跟你在的環境去 negotiate 就是你存在的目的 那對方才會覺得說 你有你的 value proposition 你有你的價值主張 那你在這個價值主張裡面 你就可以 deliver一些價值 所以最後大家看到 當然是我們外圈 綠色的這一大堆東西 但是重點是說 裡面的這個創業團隊 它是有一個很明確的 一個 vision and mission 那所以軟體它的好處 當然是說 它e2也非常快 你今天想到一個新的 idea 明天都做出來了 但是事實上 就是你所在的環境 大概沒有辦法想 人體動得那麼快 所以你還是要有一些 動得比較慢的東西 比較穩定的東西 就是我所謂持守的一些價值 去當作你跟你的環境 你勾學一個東西 那這樣有一個很穩定的基礎 你在上面才能夠 運行 agile 運行軟體這種 快速迭代開發的這些工作 那所以如果這個年代 要攬住人體創業的話 我想我最主要還是會挑 某一個永續發展目標 主要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這個國際上 這個東西非常紅 然後第二個這個 在全世界都有朋友 而且都沒有敵人 因為是聯合國已經巧破的 這個17個人 目前就是要共同發展的事情 然後我應該會 在中間挑某一個題目 我自己感興趣的題目 然後呢 我在挑了題目之後 我就會去找 所謂社民詳細創投 然後就是說 他們是先認同我的vision and mission 然後才投錢給我的 這樣子一些團隊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去發展成所謂的就是 有良好社會影響力 或環境影響力的 所謂的社會企業 那這個如果我今天創業的話 大概就會用這種方式 因為 挑這些題目的好處 就是說 你在上面跟你競爭的人 會比較少 那跟你合作的人 會比較多 因為這是大家都想一起做的事情 有十三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對於這場選戰 可能是指的是年底的現實戰 我的看法是如何 因為垃圾很破粉藍綠 那所以能不能夠突破藍綠 這個邏輯不知道是什麼邏輯 對於這場選擇 我目前是沒有參與現實上選舉 剛才也是說任何候選人 如果來找我的 我還是談我在做這些工作 所以我目前並沒有什麼太多的一個看法 那我自己其實是從來沒有政黨的傾向 而且我也沒有加入什麼派系 我其實不是很知道加入政黨要做什麼 那但是 據說啦 就是你要選舉 你會需要一些經費 或人脈上的支援 那所以加入政黨對於選舉是有幫助的 那所以 但是我這方面真的沒有很懂 所以就是 僅止於到定度說而已 那當然我當然會覺得說 如果把 就是台灣分成 例如或者分成左派右派 或者分成什麼 就是看起來對立的這種東西 這個在認知上當然是一條捷徑 因為你就很快就可以選邊站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 這會導致說 我們的力氣大部分是抵消掉 那對於公共利益 不管是環境下 還是社會上 就是 雙方都花很多力氣 就像拔河一樣 但是事實上 什麼就是都沒有動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寧可不這樣去想 我的想的方法 如果有人問我台灣的發展方向的話 我一律都是說想想 這個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回答 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 就是 歐亞大陸板塊 跟菲律賓海板塊的這個擠壓之下 每年玉山就是長高五公分 所以台灣就是不斷想想 仰望星空 這是一個地質學上的一個事實 那所以 意思就是說 雖然有很多價值上面的擠壓 但是 我自己在意的是說 我們在總結裡面 有距離一些共同的價值出來 如果有些共同的價值 有些 那我們拿著這個 我們拿著這個 辯證出一些新的價值 而且是必死拔的 然後到最後什麼都沒有動 最後繩子還斷掉了 那這樣子 就對大家都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這是我具體的想法 倒不是特別針對南運 有一位朋友會說 聯合國會議使用聊天機器人的整個過程 我不確定那個就叫聊天機器人 那一般聊天機器人好像是這個用文字 聊天的機器人吧 我上次去聯合國網路指定會議 那個是在日內瓦的時候 那用的是一台視訊機器人 不是聊天機器人 好吧 你要說聊天機器人我也不反對 它是可以走來走去的 它叫就是Double Robotics Double Two 那那一台機器人就是我去故宮南院的時候 有帶著大家一起去看一個日本的 包含那個小丁剛圖偶 不是小丁剛 就是一個圖偶 然後跟一些相關的日本的國寶 對一個展覽 那所以我當時是在上面掛一個 360的直播的相機 然後帶著大家用YouTube Live 然後大家在網路上去想想一些問題 然後問故宮的觀察 然後他回答 所以我們在台灣已經練過好幾次了 那所以那次之後 其實國際上請我出去開會 我大概都是用這樣子的機器人的系統 像我去馬德利的時候 他們也幫我弄了一台叫做Galatia 非常漂亮的一個名字 然後也是用360直播 那我在台灣就可以帶著VR 就感覺好像自己到了馬德利 然後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真的搭飛機去了馬德利 然後從當地的參加者的角度來看 都是同一個人 我是從細作的身體換成探作的身體 所以它是有Continuity的 就是說你真的有在場的一種感覺 那我覺得那個臨場感是比 就是你單純用一台就是Noblook 來做視訊要高很多 因為它是可以去就是遙控它的 至少是旋轉跟走路是可以做的 所以當時在日內瓦社會 就是用這種方式去突破它 一個門禁上的一個限制 那當時因為聯合國的規則是這樣 就是如果那被認定是一個人的話 那北京方面的朋友 如果沒有辦法讓我們離開 他們就得離開這些 就是他們的外交官員 那如果它是認定成露營的話 那其實它什麼都不用做 那所以在當時就是它不太確定 就到底要定調成一個人還是一台露營 所以它就只好抗議了幾次 就是至少有個狀態 那但是之後就是 應該就是被定調成露營 那所以就算兩秒鐘之前 錄的都還是露營 所以這就沒有這個違反大會的規則 所以我之後不管是在吉隆坡的 就是人居住的這個世界 就是Urban Foreign WF 或者是在韓國 在首爾也有過就是S-COP 就是金社會 亞洲金社會的影響力投資的會議 那當然梵蒂剛我是自己去了 還有很多別的會議 我大概就都是用試學的方法去參加 有時候做不到機器人 就是用一個可以旋轉的一個脖子 然後夾在椅背上 然後夾一台大的iPad 那它也可以轉動 就是要旁邊的 像馮營老師那時候去就幫我轉這樣 然後就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人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最後大家都習慣了 我們只要事前讓國際組織的秘書處知道 說我幾點幾分要出現在哪個會場 參加哪一個工作 那在那個會場 目前北京方面的朋友就不見人民 當然事後就是說 就是放錄影而已 但是至少實際上 我們並沒有再受到任何干擾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有14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他是有修中等教育學程的子宮系的學生 在體制內的老師 並不在目前的職涯靠檔裡面 純粹是對部分課程的興趣而修 想要請問在資訊領域裡面 除了體制內的老師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地方 會需要這樣子的資訊教育的專業人員 我想資訊教育專業人員 應該到處都要吧 這個是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個工作 尤其是我們從明年開始 就是程式設計、運算思維、 這個諮詢素養、媒體素養、 平衡思考等等 都加入課堂之後 各地的課堂會 應該都會很Welcome 這樣子的老師 不管是作為他們的 孝敬必修 還是孝敬選修的一個共同開發者 那當然最近 也有一些好朋友 Teach for Taiwan的朋友們 來這個空總來找我 那他們也是在說 他們也是在偏鄉 或者他們不太喜歡平衡這個字 就是在各種他們所關心的這個區域 去把就是這樣子 不是非常體制內的這樣一種教學的方法 但是是按照他們那個地方 實際需要的教學方法 試著在那邊研發出來 那研發出來之後 同樣也可以擴大這個創新 那當然還有就是 目前實驗教育 可以一路搬到大學了 所以理論上 未來也會出現實驗大學 那在整個實驗教育的階段裡面 也都會非常需要資訊教育的朋友 所以我是覺得 這是一個還蠻flexible的這樣一個質疑 這因為不會 就是就業不會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那最主要還是說 你想要透過這樣子一種技能 或者是這樣子跟人接觸的方法 你想要接觸哪裡的小孩 你想要接觸怎樣的所有的環境 那你待在什麼樣的地方 你自己會很開心 那這個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有位朋友想問說 對於中國的這個 所謂芝麻信用學煉工程 等等這些Social Credit System 對我們會有什麼影響 應該沒有什麼影響吧 就是說 就是 我們會看到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軌道 他們某些創新 我們真的 就是想 就是連想都不能想 只要這個任何台灣的政治人物 甚至表達說 他有在想這件事情 他就不用選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是真的蠻特別的 就是 比我年紀大的朋友 都還記得戒嚴的時候 就是 完全沒有言論自由 就跟 就是 北京方面現在一樣的狀況 那所以 基本上只要 就是 我們這一代 或我以上的這一代 還在社會上 我們大概都不會想要看到這個東西 被 剝奪 所以 那當然也許過了六七代之後 大家就覺得 欸言論自由 就還好嘛 但是至少 我們這幾代的人 對言論自由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所以 基本上是不太會允許 他被剝奪 那這是為什麼 像 無辜界記者 他會來台灣市的總部 他們押開總部 就是因為說 他們知道說 他們在這邊 不管去報導了 任何讓台灣的官員難堪 或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不會被蓋補帶 不會被查水標 這樣 事實上 查水管的法律也已經修掉了 台灣也不用查水標了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確實他們 在這邊的好處 是亞洲其他地方的 實際狀況 透過台灣這個分部 來報導的時候 報導的這個人 他可以享有絕對的 這個 郵輪自由 而不用擔心他的 社交平台馬上 就會扣到副本 或者扣到敘述 然後他就出不去了 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是說 他後面還是有個治理架構 那我們這邊的治理架構 非常簡單 就是每個人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然後如果最後發現 是好主義的話 我們就會擴展到整個社會 那有社交平台的地方 當然就不是這樣 而是說 只有一小撮人知道 就是應該做什麼 那不同意的人 就是 就是要被打虧了 所以我想 第一個 對我們大家不會有影響 第二個是說 就是如果 如果從資訊科學的角度來看 他們那邊真的做出了什麼 創新或什麼貢獻 可以離開他們的環境 還可以應用的話 那當然也許我們也可以應用 但是 我們至少這個創新的環境 我想我們的創新方向 跟他們創新方向 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看起來只有 越來越不一樣 有14位朋友說 當生活繁忙的生活中 會怎麼樣維持清晰的思緒 是規律的運動嗎 還是每天切 短時間擺出工作 讓頭腦放鬆你 你想在這樣忙碌的工作之下 會嚮往放一段長假嗎 我自己用的工作方法 是一個叫做番茄中 就是Pomodoro的一個工作方法 這邊有朋友在使用 我當然在點頭 那Pomodoro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的工作是切成半小時的段落 那每一次半小時的段落裡面 像我是轉24分鐘 很多人轉25分鐘 那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說 你就是前25分鐘 就是很認真地做一件事 在過程裡面 有很多干擾雜訊 什麼東西都不接 如果接的話 就是本人被打斷 所以就是25分鐘 非常的專注在一件事上 那接下來5分鐘 就是拿來轉換 context 那轉換完之後 你可以繼續做同一件事情 或者你可以 因為說5分鐘 你去接個電話 或者第三番路 你想到一件別的事情 你就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說 是把整個工作的環境裡面 盡可能去把干擾 去把它只放在那5分鐘的段落裡面 而不是放在完整的25分鐘段落裡 那我自己Pomodoro是已經完全內化了 因為我從2008、09 就已經開始用 所以我現在就是不太需要看中 我都會覺得說 差不多只有到5分鐘 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就本來就不是在有很多雜念的一個情況 所以也就比較不會需要說 好像一定要 匡一段時間來休息 因為其實當你專心致志 25分鐘只做一件事的時候 大腦裡面別的部分 它同時也是在背景處理很多事情 你只是沒有一直做那個context switch 你不用付很多overhead而已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覺得它無心之中 也是在休息 也是在放鬆 那我自己主要 然後就是休息的方式 其實就是休息睡覺 就是每天一定要睡到8小時 那所以其實 我之前有開玩笑說過說 我其實白天的時候 都是在修盡資料 修盡預料而已 但是我真正在做創作的時候 就是在睡覺的時候 所以就是要睡到8小時這樣 才會有比較好的創作作品 醒來之後才會有很多新的idea 那如果有時候事情比較複雜 就要加班嘛 就要睡到9個小時 那這樣子醒來的那個跨問提升會比較高 但是確實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有很規律的 然後又品質相當好的睡眠的話 其實就比較不太需要 所以一整段長家的這個概念 那有的時候還是當然 就是切換一個環境是能有幫助 就是為什麼 那就是每天去播一段8、9個小時的時間睡覺就可以了 那就是每天去播一段8、9個小時的時間睡覺就可以了 我想人工智慧它是大幅度的會造成熔 工作裡面熔的部分消失 所謂熔就是大家都學自工的嘛 熔就是我對Trivial就是分成熔 Trivial的意思不是說它很簡單 它不一定簡單 但是Trivial的意思是說你任何人來做出來的結果都一樣 這個是所謂的Trivial 那所以Trivial的工作就是熔的工作 它當然是最容易目前被所謂的AI 或者Mission Learning或Deep Learning 去把它解決掉的一件事情 因為它有Well Define Input Well Define Output 然後有那邊很容易Observe 所以你只要讓它Observe的資料要更多 到最後它就是自動化掉 那所以我想熔的部分 是每個人在工作裡面一定都有熔的部分 即使是很具有創造力的工作 我們像說教學工作 裡面也有熔的部分 好像說學生教了 我不知道 這個考試寫了一堆四個運算的答案卷好了 那現在你已經可以用手機這樣掃到尾 可以幫你皮蓋完了 不是很好嗎 那但是就是說它把這個熔的部分自動化掉之後 重點並不是讓這個工作變得沒有價值 而是說你可以多一些時間來去放在真正有價值的部分 那就是每一個不同的人來做都不一樣的部分 就需要生命經驗的部分 那因為AI目前就沒有生命經驗嘛 而且我們目前沒有看到什麼樣的生命經驗的方法 所以就是每個人自己的生命經驗 那個才是不能夠被AI取代的部分 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國民教育裡面就是特別強調說 一個人他的自法 就是我因為我有生命經驗 然後我現在就是想要解決一個什麼問題 或者我想到一個什麼主義 我自己去主導我的學習 那互動就是去跟跨領域 跟不同的想法的不同的 甚至是不同的文化的朋友去進行對大怪的這個工作 那接下來就是共好 共好就是在這個工作裡面 不要把對方看作是工具人 而是說是能夠去找到雙方共同的價值 然後去把這個價值全體現出來 那為什麼不要當工具人 或者是把對方看作工具人的原因 就是因為工具人在做得再好 也不會有人型工具做得好 那人型工具人快就要出來了 所以就是所有在工作裡面 我覺得我對什麼東西很熟練的這個部分 我如果過於認同的話 等它自動化掉我就會覺得很失落 那但是如果我認同而是 我這個工作我想要做出更高品質的什麼東西 我是在這個跨領域上面去要求 然後在互動的品質上做要求 在更好的價值上去做要求的話 那任何工作的部分對自動化掉 對我來講就是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說重點到不是特定的基礎發展 而是說它的心態上 我們是把AI看作是搶人的工作 還是我們是看作它是延伸人的智能 就是所謂的Extended Intelligence 那這個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可以講大概三天三夜 但是因為沒有這個時間 所以不過我想今天跟大家還是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就是早上記者會的時候 他們也有問我這個同一個問題 就是AI要去快點 這些要是發展到最後要怎麼樣 那所以今天大概晚上九點 就是我之前在梵蒂岡參加聯合國 永續發展網絡會議 你認識的經濟學家 Zephyr Sacks 跟IEEE Media Lab的卓英里頭 這些朋友 會開一個發表會 那他們開了 我應該就已經去睡了 那叫做這個Global CXI 那就是所謂的Extended Intelligence 那我們的想法就是要花兩三年的時間 做一個Research的證明 就是一個是說 怎麼樣去讓這些人物事會在發展的時候 感覺上是跟人一起長大 好像是說當年我們跟這個類人員 一起互相詢話成功 跟現代制人 就這樣一個過程 我們怎麼樣讓它提現在我們的數位的設計上 那第二個是說 在這個中間 我們人對自己的資料 能不能會有Data Agency 就是我怎麼確認我的資料自主性 那甚至在這個世界裡面 我們去追求這種短期的像GDP 這種東西是不是還有意義 事實上這是一個修辭性的問題 我是覺得沒有意義 那但是如果這個沒有意義的話 有沒有什麼新的指標 是我們這些政策 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們大概會在接下來兩次裡面 去做這些相關的探索 然後去做一些讓各國的 policy 可能能夠去運用的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典範的一個轉移 就是科技發展還對社會的影響 是我們可以去追求一些 我們在以前工業化時代 沒有辦法想像到 然後社會員還可以去追求的這些價值 那反過來講 工業化時代的一些遺留的這種東西 如果我們繼續去過於有效率的進行的話 那反而會加大這個貧富的差距 以及生活經驗的差距 差距達到一個程度就變成不同的人種 那我想這並不是大家願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我們繼續往這個方向努力 所以就晚上可以探向我們在CXN的一些活動 有這個十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請問我認為有什麼樣的資料是不能夠開放的 我想這是有一個標準答案 就是關於隱私的資料是不能夠開放的 然後所謂關於隱私的資料 我們按照我們的這個Taxonomy 是這樣子 所以說簡單來講 就是說如果是大家自己的資料 然後它儲存在公務機關 那當然我們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要求 去做一些客製化的服務 尤其是當我們在做數位政府 數位化的時候 如果以前有四個不同的機關 你要跑四個不同的會台 那你還可以認識四位不同的朋友 但是現在你如果是像四個不同的網站 然後填一樣的資料 基本上就會像我們做支援一樣 就會覺得難用到爆炸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電子化的過程裡面 我們常常就是把實體的服務 好像有一個電子的版本 但是這個其實是有時候 讓大家的體驗更長 而不是更好的 至少心情更長 而不是更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 My Data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當你把個人資料 存放在我們這邊的四字器裡面的時候 在你自己有意願 而且你自己控制這個Token 而且你自己能夠去trace 它怎麼樣子在使用的前提下 那理論上你應該只要填一次 然後就是所謂的前端整合 前端一致 後端整合 就是前端只有一個前端 但是後端所有的這個 Mership的東西 都是在你的授權之下 它能夠自己去辦理好 那這個情況就是所謂的客製 一個服務 那當然在個人資料 我們可以對它進行統計 那進行統計之後 那就成為巨量資料 那這個統計呢 它有兩種 一種是說 這個統計之後 它還是有可能辨別出 你的單獨的個人資料來 那這個我們有一些 研算法 Defential products 這些去看說 它到底有沒有侵犯跟隱私 那如果這個統計方法 它是沒有侵犯隱私的 比如說 當它統計完之後 那真的就是 任何個人的特徵 都沒有辦法被辨認 被還原 那這個時候 也許它可以成為開放資料 但是這個 演算法本身它的統計 它要怎麼樣堅固可用性 跟就是不要犧牲任何人的隱私 那這個我們是需要一個 相當好的一個技術 像最近 GN就是 Generative Adversary Network 就被拿來做這樣子的運用 它好像可以堅固可用性 又不犧牲隱私 但是像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就很需要 類似白帽 和客廠私的社群 就是去review 這樣一個演算法 確定說它真的是沒有問題的 試著去用各種各種的資料去打它 去去看它 然後最後 大家都同意這些 一個統計演算法的話 那也許 我們可以用這個來 展現開放資料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 就在國發會 裡面有一個各自辦公室 那未來會變成 跟歐盟GDPR 還有跟 就是APEC這邊的 CDPR 的一個對口 那我們會希望 那接下來把相關的法令 相關的技術 所有的資料 都慢慢累積到這個辦公室裡面 然後它就可以變成 不單是公部門的 也包含私務門的朋友 都可以去參與的 這樣子一個情況 我們才可以慢慢去找到說 我們怎麼樣 不犧牲統計可用性的情況 因為我們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這真的是統計演算法 而不是 然後偷渡大家 或個人資料出來 我想並沒有人 想要做這件事情 所有的資料 還是應該放在給它 控制者的這個手上 而是因為朋友說 台灣的第三項行動支付 達到中國這樣的普及度 中間有什麼問題需要解決 我想我們只要讓這個偉超 跟中國一樣的猖獗 然後馬上就解決了 但是 就是 其實 似乎沒有這個必要 對 那 就是說 因為 事實上 偉超還有更長距的國家 像非洲的一些國家 那確實啊 就是偉超越長距 信用支付率就越高 所以非洲一些國家 也超過中國的信用支付率 不 重點是說 你比這個還要有意義嗎 它就是 前面的幾代 就是包含現金 然後一直包含電子支付 電子支付 就是我們的所謂 也有卡 一卡通啊 信用卡啊 這些東西 就是 因為台灣就是 你如果 就是不要抓偉超 禁止便利商店 設置提款機 然後什麼 就是你如果去把它 就是reset到 這個落後的狀態 那保證行動支付 就是明天就 就破掉 但是就是 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嗎 我們現在大家會用行動支付 當然是因為說 它有offer一些 電子支付 跟現金沒有的東西 如果你現金結帳 只要4秒鐘 如果你感應利用卡 只要3秒鐘 但是行動支付要7秒鐘 那為什麼沒有用行動支付 我也沒有用行動支付啊 那所以 重點還是說 你可以用行動支付上 它首先要更方便 那現在也有些朋友 在做更方便 像有人做到手環上 我用手錶支付 還是有時候會覺得 手不扭到 但是 手環的話 應該就比較不會扭到 那但是 因為他們要做手環 所以 我們這邊的態度 就是說 我們幫所有這些解決 社會問題 也不要解決他們的問題 這邊就反映出 感應機台本來的限制 是求開到3公分以內 那手環其實 就是 有時候就沒有辦法 3公分以內 所以就把它修改到 10公分以內 就是 我們都很願意去 鬆綁那些亂機 然後 讓大家去把這個 Fone Factor 就是把這個 有誤動的方式 設計成它真的比 電子制服好用 然後大家真的願意 使用行動支付 而不是大家 就是去拼那個 你要想要移的 行動支付的那個 KPI 那不過 我想就是說 因為行動支付它 畢竟有個優點是說 它有一個CPU 有一個運存器 在後面 然後常常可以搭配一個 螢幕 所以那個螢幕 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好比想說 我們現在 就是在寫作完 剛剛那個 暴虛軟體重新開發之後 現在正在想著就是說 健保卡 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它行動化 那當然如果想要用實體卡的 還是繼續用實體卡 但是我們之前做民調 大概有20%的朋友 願意試試看行動化的健保卡 那這裡面就有非常多利益關係方 我們看電話大概 30個利益關係方 因為就是 用健保卡的每一個 不同的touch point 大概都會去重新想說 我現在如果 像說我在我的手機裡面 我把信用卡 放到我的手機裡 那我把我的信用卡 授權給你的手錶 你的手錶 用一個一次性的token 或什麼東西 幫我去領藥 然後那個藥師在感應了之後 他就可以直接視訊 然後跟我去告訴我說 這個藥要怎麼樣使用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突破 我們現在就是不能夠 委託別人領藥的問題等等 所以說 我當然隨便就可以想出一些 這個workflow 或一些運用的 scenario 來 但是這個就是完全是 我在這邊空想 那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說不是 政務官空想 然後莫名其妙就會 搶了一個研究案 或之後就看起來要拍板 而是說 我們就會讓這三十方的 不同的意義關係方 都來 然後自己提出 像我剛剛提出的這些 hopes 就是如果我們還行動化之後 有哪些東西 比電子 就是晶片卡到來的好用 那還有 fears 就是我們行動化之後 有沒有哪些疑慮 是大家覺得說 在人權上 在隱私上 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那我們先把這些 hopes and JS都談戀完 然後把這些 user flow都畫完 我們才會在年底左右 去做一個規劃的構想出來 所以我想 就是 我們現在的做法 都是說 我們是跟大家一起創新 我們不是 逼著大家 硬要去創新 只是為了重新 而可疲了 對於Oracle 對於使用Java 尤其是它的APM 開始追討了授權費 如果Oracle官司打贏了 覺得這些公司會如何處理 當然API 就是是否能夠做Copyrun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然後這也牽涉到API 本身它的創造性 到底有多少的這個情況 但是 第一個是說 我就不覺得 目前的這些證據是很強的 所以不管它最後中間翻盤多少次 它還是要case by case的去看 就是說 我第一個就是即使它贏了 我不覺得它能夠擴展到所有的API 那第二個是說 目前 就是這個Java的API 或者其他的CoreLibrary Costpass 這些東西 你要說沒有替代品 也不是沒有替代品 大家都在寫各種替代品 什麼CodeLine 什麼東西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好像不一定會因為這個官司 而就造成這個 就是集體的這個混亂 但是如果到最後真的 大家就覺得說 好吧 我們就來一來寫可分 或者寫一寫Swift 還是什麼 別的語言的話 那就寫吧 不要怎麼樣 對 但是我想這個 對Orko自己在神態系裡面的角色 也不一定是非常的有利 所以我就是目前還在觀望這個官司 有時候我朋友說 非常驚慨我對於各種議題 認識的廣度跟深度 以及清楚論述的邏輯 以來把能力 請教學會會培養出來的 是透過大量閱讀嗎 還是有沒有什麼推薦的書籍嗎 其實就是不斷的演講就好 我錄的時候應該已經講了上百場吧 那是因為只要有大學來邀約 或不一定大學啊 有些高中 甚至國中 甚至國小 都有來邀約過 我希望是來著不去 就是那個時間都盡可能排進去 那所以我想就是 當你用slide 然後我幾乎每場都用slide 所以各位問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 一方面是說 我大概八成都已經看過了 但是二方面是說 就算是 就是中間有些很有創意 或是我沒有想過啊 今天再想一下的部分 但是它是在一個 等於是我們思路的這個Map裡面 它跟本來我的思路 並沒有偏離太多 在這個情況下 我可以只去算它的delta 所以它的那個 這個頻寬需求是非常的少 而不是說這個 從頭建立一個認識的模型 所以我自己是很享受 這樣子一種對話的過程 因為我就可以知道說 目前這個當下 大家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大家關心這件事情 是從什麼角度來關心 也許這件事情我考慮過 但是也許不是從各位的角度來考慮 那像這些對我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我想重點 並不是大量的閱讀 而是說大量的去聽 各種不同方向 怎麼樣想同一件事情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每一次 在做開放政府工作的時候 都要做的 就是不管是我們自己的這個公事影 或者是說我們在實際判點 這個任何一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去把每一個不同的 利益關係方的想法 包含它覺得的問題 解決方案 所有這些東西 都判點出來 我們都要一次考慮到 所有的內部的使用者 就是這麼多政府單位 然後以及當地的所有的 這些使用者 這些連署人 等等的這些看法 所以在同樣一個問題裡面 我們就可以有各種 非常不同的看法 那為什麼我們能夠 把這些人都抓過來 然後讓他們 就是具體的寫出他們的角度 讓我們能夠位聚起來 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的一個要點裡面 埋了一個說 如果A覺得就是是B的事 B覺得是C的事 C覺得是A的事的話 那所有人都有事的話 就是所有人都必須過來 就是一個都跑不掉 所以就是說在這個狀態下 我們才能夠去協調到各個不同的角度 才能夠透過這種大量的去體會 各種不同的角度 然後來培養出這樣子的能力 但是如果您想要培養雅思能力的話 我最近有在看一本書 是我去美國的時候 就是上個禮拜去紐約 有一位學員推薦給我的書 它叫做 Dynamic Facilitation 我覺得很不錯 它就是 這本書的好處是說 它不需要 等一下 Dynamic Facilitation 你不需要先學過的心理學 或者是一些其他東西 而是你可以直接去看它去舉出的 就是在這個整個空間裡面 一群人聚在一起 你怎麼樣運用像這種白板 它當然是用手指的白板 裡面有提到電子白板 去讓門員能夠去覺得它很真誠地被聽到 然後怎麼樣 如果有兩個人要朝起來 你怎麼站到他們中間 讓他們都沒有跟你說話 等等的這些技術 那這些技術其實就是每天練 那練到一個程度 你就會發現說 會聚各種各樣不同的 所謂的方面 各種不同的sides take all the size 就是 所有各邊都站 不是選邊站 是每一邊都站 是一個非常容易的一個心態 那這個心態其實 之前大家都會覺得 有抗拒或有阻抗 很可能只是沒有練習 所以如果想要練習的話 這本書是 我是不是寫的蠻好的 它叫 From Conflict to Creative Collaboration 那是一本 就是Dynamic Facilitation的一個教材 好 那我問你 你有多少時間 20分鐘 有人問結束之後 不可以簽名 可以嗎 就早一點點結束 如果有人要簽名獲得教人 那 有時候朋友問說 請問VR、MR的情景如何 除了遊戲、教育、醫療 你把三個主要的都講了 之外 還怕更多的潛力能夠發展 台灣又在這個領域裡面 除了做硬體之外 擔任怎樣的一個角色 確實 就是遊戲、教育、醫療 是大宗 但是 如果到MR的話 我們目前還看到一個 就是 協同式的工作的這件事情 像我去維蘭的時候 他們有給我看一個 的DEMO 就是 去量一個樓梯上面的每一個梯級 它的 就是 高度跟它的角度 那所以它就是用一個上面有 類似QR Code marker的一個工具池 然後呢 就是在每一個樓梯這樣子量一下 然後它的HoloLens 就自動去計算 它的 等於三維的一個 BIM的一個建模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隨時都可以由專家 等於當你的背後靈啊 附身在你身上 你看到什麼 它就看到什麼 然後它可以隨時 像那個 星際大戰裡面的那個 投影一樣 突然在你眼前出現 然後告訴你說 這個 往右邊一點啊 左邊你還沒有量啊 什麼之類的 這個情況 所以這種 就是遠距的 Teamwork 這個工作 它我想不是遊戲教育或醫療 它就是真正我們實務上面 不管你去修電體 或者是修什麼很精密的這個 裝備 它大概都會碰到一個 實際的一個情況 所以不管是它在就是 技職工作上 或者甚至未來 好像說要送機器人去火星啊 那你還是必須要透過VR的方式 而不是說 就是一堆人都跑到火星去 這大概短期真的比較困難 所以就是說 任何它的作業環境裡面 大概不太可能一堆人都塞進去的地方 你就可以指派一個人 或者一個機器人進去 然後就透過MR的方式 去協同進行作業 那尤其在未來5G普及的時候 它的那個延遲 它的Latency 一個低到數 你可能可以轉頭到 看到Refresh到新的畫面 你不會感覺到不舒服的這個情況 那在這個情況上 你就可以去融合各種各樣的 不同的場合 像我之前有做過一個 一個實驗 就是我把兩個不同學校的教室 建完之後 縫合在一起 那它最後能夠做到的狀況 就是我戴上眼鏡之後 各位都還在這邊 可是空的椅子上面 又跑出別的地方的學生 那所以我就可以一次 對兩個不同的教室這樣畫 那這個就是有一種 娘眼的狀態啊 但是這個實際上面 這不是只是教學上利用 就是任何你要把兩三個地方 結合在同一個地方 把兩三個地方的團隊 結合在同一個團隊 這個都是很容易去使用的 那所以我想就是 遊戲教育力量之外 我們所謂的就是 Fill Studies Fill Work 甚至考古啊 等等的一些工作 大概都可以在這個方面 有他的社會講 朋友問說 以科技人的角度 對於能源政策有什麼看法嗎 那這個 歡迎大家參考 這個能源轉型白皮書 這個不是我做的 是一些朋友幫忙的 那這個能源轉型白皮書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而且它二十年以前就應該做了 但是因為二十年前沒有做 所以我們在這邊 修論這樣子 所以這個做的做法其實非常簡單 它就是在各個不同的區域 然後去讓每一個人 在沒有彼此干擾的情況下 讓各個不同的公民啊 團體啊 他們做很多所謂公民面對面 的這樣子一種就是小組工作 那在這裡面全部都有主字稿 而且它有一個意見的樓像表 就是你在哪一區的哪一場會議裡面 聽到了什麼時候 講了什麼它流向 哪一個重點方案 被哪一個工作小組 對應到方案裡面的哪一個部分 所以它最後做出來 轉型白皮書裡面 你甚至可以去追溯到裡面的每一個字 是誰講出來的 它是能源局當時有想到的 沒有想到所以因此被擴充的 還是用什麼樣子的方法去做 那所以這個意見流向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而且它的意見公開裡面 也有各種不同的發電 配比等等的這種模擬器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就是論事的情況下 大家都可以可能實際的狀況就是這樣 然後才比較有可能去做出 我們所謂的就是論事的能源政策 那當然我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大概就是確保十年之後 我們不會拿這些事情都出來吵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十幾年前 沒有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還是吵得不可以開交 那但是就是就是這樣嘛對不對 我們就是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 根據全國巡迴的經驗 台灣是不是存在數位落差 如果存在數位弱勢的族群 你要怎麼樣運用數位科技跟平台 來幫助自己 我覺得當然數位落差是很確實的 就是雖然我們現在喊出所謂的 寬頻源權的意思就是說 在台灣的任何角落包含這個 不在台灣的跑步金門馬族的任何角落 你沒有寬頻網路都是政府的錯 那政府就會想盡辦法用微波 用衛星 用搭配聲光線 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用這個table 想盡辦法讓你能夠至少有寬頻上網的能力 那而且如果有些弱勢的 特別像說新住民 或者一些人住民族的朋友 他甚至沒有上網的設備的話 我們現在也在規劃說 就是每三年就讓他有一個上網的設備可以使用 所以當我們輸空人權的時候 我們是講真的 那德國都有在喊 能夠做到的很少 那台灣因為就是JARUF 因為我們的地理環境的關係 我們一開始起跳 就是目前就是超過80%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最後十幾%把它補上 那也很感謝各位的捐獻 我們用我們特別預算 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數位建設的部分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當然是很重要 就是第一步 可是確保大家都有載具 然後都能做半面上網 然後甚至如果他負擔不請上網費的話 他可以減免 也不表示他會去使用 這是兩件事情 所以說 一個是說想用的人就能用 這個我們政府可以擔當 但是他為什麼會去想用 這件事情是不是政府一個做就可以的事情 所以我想一方面是有很多 所謂的數位建設的轉型 那也不只是各個大學幫忙 教育部營運的 也包含民間自己發起的 很多數位建設的這些事情 他們大概都是在講說 Why is this relevant? 就是他們上網之後 這個跟他們的生活 到底有什麼具體的關係 那這件事情是每個地方特色的不一樣 我學到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每個角落的社會環境都不同 所以出現的社會創新也不一樣 我們如果硬要去指定一個意義關節的政策 到最後基本上就是 台北以及駐得離高鐵線比較近的政策 那這個其實是很難不幸的 所以我們現在做法比小 是說讓各地實際去做社會集會的朋友們 去告訴我們他們需要什麼 像他們做一些長照的 或者是做一些就是部落文化復興的 或者是做很多 他們會提出很多的需求 包含衛生索的寬屏啊 包含你們覺得說 接下來原住民族語言都要給國家語言了 那有沒有一些AIA的方式 能夠去幫你們做一些資料教學啊 所有這些就是各地體的需求 我們做盡可能的去買的字 那我覺得這種反應需求是個做法 才可以避免說我們好像都用 只是提供過的方式 然後去做政策制的文章 對於中低收入戶的平地能力修改 就新北市市民來說 隨便一個不動產就超過543萬 就我朋友現在狀況來說 他的父母沒有公司倒掉了 以前沒有工作 但是他要申請中低收入戶 就是因為他們家有不動產 而不能夠申請 難道要為了申請中低收入戶 而去賣掉房子嗎 對這個事實上是一個困難 就是說我們目前是一個 社會福利的認定方法裡面 它比較少是這種平點制的 就是你的各種實際的 就是弱勢的或不舒服的 或是需要幫助的那個狀況 然後去做一個加做 它比較是劃好幾條線 然後這條線就是低收 然後是中收等等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所以執行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比較綜合式判斷的成本 遠遠大於就是我就是拿 國稅局問什麼地方 等基本的數字 然後去算一個大於小於 的這個成本 所以它事實上很多是 為了行政負擔的減免 而不是為了實際回應需求 來設定的認定方法 那所以我們如果要改變 這樣子一種認定方法的話 我們首先就要回應我們的 事務提醒說 你怎麼樣子有一個更好的認定方法 但是你不能加重他們的負擔 因為他們都已經爆肝 都已經快要做不下去了 你如果再加重他們的負擔的話 那實際上是難以想像的 所以是很容易想像 我覺得他們就不敢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像我們總統媒體科聖 裡面有一些團隊 它不一定是政府的 像我記得法福 就是法律付出基金會 所以他們做的事情是這樣 他們重新計算了法福 在不同的地方的分佈 就是分區的設置的一個點位 他們本來就是在地圖上面 去看說那個點位 有點像NGO 你有很多不同的分佈 或很多不同的服務所 那每個點位 能夠含貨到差不多的人口 就是你用一個就是 起點 然後跟辦請 然後算分佈的人口 那這個很容易算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算 然後呢 可是他們就很奇怪就發現說 有一些比如說是 年紀大的一些朋友 他看起來是需要法律援助 他如果實際去關懷他 也發現他需要法律援助 可是他就是不會來 這些服務的地點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就發現說 他們的計算模型是錯的 因為這些朋友 大概都是用大眾援助 或甚至是用走路的 你如果是用大眾援助 你如果是用大眾援助 這樣走路的話 你重新把他們點的 那個覆蓋半徑寸出來 就會發現整個雙北 都有大量的A洞存在 就是說 有很多地方是 你如果開車的話 看起來是十分鐘就可以到 但是你要是走路加 搭公車的話 大概就要超過一小時的這種狀態 那所以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以前沒有這樣算 就是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料 然後也沒有足夠多的 就是懂資料科學的朋友 告訴他們說 應該要這樣子去算 所以是要知道 風衡班飛課送 我們做了沛隊 做了麥克 然後去讓 這些NGO的朋友們知道說 原來也可以這樣算 所以這樣算你的成本 不會比本來那種 就是拿一個點 然後換一個半徑 這樣子的方式要來得高 他們才會發現說 我可以重新去配置 甚至我可以透過一些行動巡迴 我在上面就配了 我們就放很多 我們以致那個地方 會需要的一些 照顧的一些資源 所以就是說 我也蠻同意說 所有這種只是為了容易計算的方式 他都有修改的空間 但是我也要提醒去就是說 大部分的時候 如果能夠提出一個 就是怎麼樣在計算行動不增加的情況下 去進行討論的話 那這個就是輪式的去進行討論 我覺得相當多的市議員 會對這個感興趣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 你可以在市議會提出來的一個東西 有時候朋友說 在跨年月的世代 對於大學的一級的學分數很重要的這件事情 還有一些什麼看法 左瓜號 目前必修的畢業學分數是128學分 子宮系占60幾個學分 很想跨渡其他領域 但是絕對光應付欣賞就來不及了 我想成為傑觸的斜槓青年 鬥號 嗚嗚嗚 三傑號 右瓜 好 我要講什麼 就是 我們目前在改大學的學制 以後大學可以面試一年 這樣沒有什麼幫助 OK 因為我自己就讀到國中而已 所以我其實對大學學之後 我研究我也不知道學分是幹嘛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想法其實蠻簡單 就是說你想當什麼 那大學就是這個資源 那如果中間就是 我其實 我太多朋友就是中間休學 然後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然後回來又去念一個不同的詩 多到我們現在基本上有一個系列想法 叫學院實體化 就是說你可以這個回來 然後在同一個學院 甚至跨學院 或跨校統修同一個學院 然後學分都還是承認 所以這個東西我想 隨著 接下來越來越小子女化 越來越成為這個買方市場 這個大家的這個 相對於大學來講 的選擇性的自由度會越來越高 那所以就會變成是 同一個學位 不管是大學的 或是其他學位 大概都會變成是 像是遊戲成就解鎖一樣 就是你解鎖的這個學程 解鎖的這個學程 解鎖的這個學程 然後拼成你自己的這樣子一個學位 那目前學位所謂法已經在往這樣子一個方向去改了 那所以都會可能是最後一代 我再弄得來的計算方法的 那但是我覺得也不用過於這個悲觀 我想就是一方面是說 你總是可以在畢業之後 這個去再去追求另外一個方向去 就是學藝還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你這時候不休學 那但是當然我也不是要你一定要休學 只是說你問這個 我這個沒有念果當學 我當然也只會變成中間 有十位朋友想知道說 對於新的身份跟設計的投票 最後政府選擇了專業 而不是票數最高有什麼看法 我是覺得那個投票 它的那個投票規則 它一開始進戰的時候 應該就把它貼得很清楚 就像那個進戰畫面 進版畫面一樣 如果大家都有看清楚說 其實人氣獎本身就已經是一個獎了 人氣獎是額外得到一個進入設計獎的這個門票而已 它就是八個設計獎的slot之一 它們進設計獎的時候是根本沒有在看人氣獎的票數的 如果這件事情我們在進戰畫面裡面就講清楚的話 我覺得會少很多爭議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會少很多爭議的是 如果在上面就是 就是國號啊國企啊 所有這些政治意義的這個符碼 如果是大家可以抽換的 就是說你在投票之前 你就先填說你想像中的國號國籍或什麼 這個你的照片或者人民或什麼 大概你都可以先輸入這個結構化資料 那之後再去合成就是每個設計師的卡面 那這樣子也比較不會出現我們 就是雙方都愛灌票有點像是 失去暗的那個情況 因為雙方都不希望對方的那個變成最高票 那所以就是說我覺得那個空間設計 其實有很多值得商缺的地方嘛 只是說那個案子就不是我管的 所以就沒辦法 就沒有辦法直接去下什麼指導期而已 但是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說 大家在時候就是在回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然都會有些情緒 那我蠻高興的可以看到說 不管是最後得了三個不同的獎的這個設計師 那或是評審或什麼 他們都沒有這個覺得說 就是被酸或被霸凌或怎麼樣 有讓他們這個就不出來說明了嗎 大家都有出來說明 而且不管網路上怎麼行 他們還是把自己想像話講完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是到最後我是覺得是說 以精神按摩的角度來看 是大家都把一些酸痛點 都稍微按摩到的一個社會溝通 但是確實在一開始的這家畫面 真的是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當然是真的 有13位朋友沒想要說 對於把管的事件 如果是您會能夠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能不能不要一直把管卡管 雖然我不是台大這種名校 但是這13位朋友認為這種景象真的很丟臉 我想就是對於這件事情 我因為這樣的關係 對於工法 對於行政程序法 對於各種相關的東西 都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 而且可能不是我而已 整個社會都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有一個前所未有的了解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重新畫下一些解釋的方法吧 那但是確實對於一開始 就是因為那個近戰畫面 也是沒有現實 就是在零選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那一個 使用的方式要不要迴避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這些東西都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到最後 因為近戰畫面沒有寫得很清楚 所以到最後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成果這樣子 其實就是雙方或多方 都不是很難的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同樣的道理啊 就是對我來講 每次激烈的衝突之後 我們還是要看有沒有長高一點 就是近戰畫面有沒有寫清楚一點 然後這個大家對於規則 有沒有更達到就是彼此同意一點 那如果有的話 那下一次也許就不會再有一樣的狀況 那如果沒有然後還在就是一直混帳的話 當然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不過目前看起來是有 所以我們就比較凝聚一些 所以凝聚出一些標準 我想對於未來 不管就是獨立公司 還是什麼事情 我想都會有一些 比較能夠依循的一個標準 那他們也在制定相關的辦法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其實這種事情都是應該在 事情發生前實能就要處理了 或者在讀懂制度當時出現的時候 就應該要處理了 那當時沒有把近戰畫面寫出來 所以今天就變成這樣 就能當講那個能源轉型白皮書一樣 所以如果要處理它 都是要在正確的時間處理 等到真的爆炸來 你換誰來處理都是一樣 所以大概就這樣吧 這個案子 我大概也只能說這樣子 是因為朋友們想要問說 對於政府機關的作業系統 及文書軟體系統的計畫 可以轉向開源軟體 或者沒有這個必要 我們自己在院內都是用開源軟體 我們自己有架一個叫做Sandstorm的工作區 Sandstorm是一個 看一下 可以分享的 這是我們Tim的看板 如果有用過Trello的話 應該大家可以知道 一個看板就是 我正在等的 然後正在做的 然後已經做完的 然後每個部分大概 聯繫到誰 聯繫到什麼 然後就是 反正我每天請來 就是在這邊看牌 那然後各位大家 看到那個日文漫畫也是其中的一張卡 然後 所以 我不想這個 特色 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是所謂的 working out loud 就是說 大家雖然是在做完全不同的案子 每張卡 就是其中一個案子的下面 但是我們都不利於 讓所有其他人看到我們今天在做什麼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大家就可以很cost discipline 就是不會寫詞詞的 這樣子看了一年半 也懂一些詞詞 不會法律的 不會設計的 看了一年半 大概也知道設計師是怎麼做的事情 那所以 所有這些事情 好比想說 這個影響剛說的這個 重大災害民生網路整個平台 這個已經解決了 他去公司已經可以匯入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丟到斷去 這是錯誤實反應 因為應該是owner來丟的 所以沒有辦法放回來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每個禮拜就是不斷透過 Standup Meeting 透過 Team Meeting 透過 Demo Deck 等等這些方式 就是Agile Scrum 最基本的一些方式 去確認說每個人都有 知道彼此在做什麼 但我自己是不下命令 也不去打考之等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一直感覺到說 這個裡面是 Open Source 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是 Open Source 所以它任何我們 這個不高興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亂趕 然後而且改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可以知道說 它的資安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底層的這個 Sandbox 系統 它也是開源的 然後我們當時 包括我們祭福 然後以及請外面的 就是Dev Core 就是包含那個Dev Con 得到謝謝第二總統來接見的 那些白帽駭客來打嘛 那打 他當然也找出一些小問題 他們也發了CVE 這個 也有錢賺 但是在過程裡面 我們就花了半點時間 確認說 它底層的這個行動 真的是很 Secure 所以上層的 類似Dropbox Google Doc 看板 Slack 等等的系統 我們就一層一層往上架 那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寫 像我們辦公室也有同事 寫一個自己訂便當的系統 就是把行政院附近 所有80塊買得到的東西 都收集在這邊 然後每個禮拜 就在那邊訂便當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任何自己需要的工作 大概就可以寫 就寫進這裡面去 然後你就不用擔心 會被駭客入侵 什麼 因為底層的這個 Sandbox 的架構 是我們自然出認證的 而且他們還一直在 不斷地試著社交工程 等等的方式去侵入 隨時都會告訴我們說 目前有什麼樣子 新的漏洞 所以我們希望這種方式 跟百貌駭客社群 建立良好的關係 而且讓他們有穩定的收入 而且偶然還會被早痛接見 就不會掉入原地的電案面 所以這個事實 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院裡 確實是使用這樣一套軟體 我們也有技術 轉移給台中市政府 跟台中市政府 那其餐我就是一個 正偉自帶給廠商的 這樣一個概念 然後在裡面就是 不只是我自己 關用的軟體 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 架自己喜歡用的軟體 好 那所以 最後一題 有十位朋友問說 請問我對文字的 領域約會有什麼看法 我剛剛已經說 我跟台北市長的選舉 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我其實 真的沒有在注意這個證件 所以這個證件到底是什麼 是說 你可以 用0元就可以是大工程 那幾個地方 你看 你就可以發現 我真的沒有在注意台北市的選舉 所以我目前沒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 就 這是正常的 就在發揮 不然讓我說什麼 好 這樣子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先快速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今天演講 細項公告網頁是錯誤的 對於這類問題 會有什麼處理 錯誤的公告 那我想就是 我們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自己的 會讓自己救 所以就是 如果大家知道G0V的話 G0V的概念非常簡單 就是 你如果有看不順眼的政府網站 進入好比上說 像有人覺得說 政府預算很難看懂 2012年的時候 他們就做了一個 budget 給G0V提高 因為他們希望 預算裡面的每一筆 都是可以很容易的 去讓市民去進行討論的 那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在2012年底 它是非常有號召的一個 所以像我2013年這個初 就被吸引到 G0V裡面 那所以像現在 這個 我在這個位置 所以當然G0V大概都是 拋棄著作權的 所以我們就 直接把它收給回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 眾議院平台裡面 你只要按來監督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所有各部會的 執行的計畫 而且就跟當年 2012年的時候 G0V那個概念一樣 任何時候你都可以直接 點進一個特定的計畫裡面 然後去進行一個實質的討論 而且這個實質的討論 我們還會有專業的 公務委員人員 來跟你解釋 所以這個比當年好的 就是說 它不但像當年一樣 就是有一個進度啊什麼 那如果你看到 年累積預算執行率 累積執行率 為什麼要往下調 累積是更應該往下調的 所以這個9年的專案 大概第9年往下調了 然後任何時候你來留言 那在2012年的時候 這個這樣子的留言 只能大家彼此討論而已 但是到了2018年的時候 我們就各個部分的 承判人都會回來這個看 就是 雖然這個拼字不是很規範 但是大家大概都知道 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那所以我們的承判人就會說 因為我們的廠商就 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啊 我們旅券不停啊 後來就只好跟他解約啊 幾月他錢就吐回來啊 吐回來我們就在新的廠商啊 所以累積執行進度會長這樣子啊 那這個承判人 這個的重點是說 我們後來去問一些承判人 他們都很高興說 終於有一個地方 讓他能夠公開的回應這些東西 因為以前他們都是單獨的 回部長信箱 單獨會陳情 回議員的所資 回各種亂七八糟 或你什麼樣的東西 都在問同樣的問題 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 其實沒有人問過 所以他們現在 有這樣一個公開的地方 那第一個是說 以後再問所資 他可以跟他說 你去Google就好了 那第二個是說 大家就可以更深一步的 在這個基礎上面 繼續往下問 就可以就事輪時 不然他每次接鎖 直接電話 都要重新再念這些東西 其實他自己也感到不生其人了 所以我想這裡的最重要 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我們做所有創新 我們還是要 減低所有被創新影響到的人的 這個風險 跟減低他的時間成本 因為如果沒有做到這樣子的話 雖然看起來也許是有一些好處 或有一些亮點 或者說什麼 但是到最後 就是所有受影響的人 他到最後 還是會用去用本來的 那個他更習慣的方法 所以你要他走出習慣 走出同溫層 唯一的方式就是 你找出來的這個創新 對他世界神力 其實是降低風險的 那重點 反而不是這個創新的亮點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 好 那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謝 政委來跟同學談了這麼多 我想大家應該跟我一樣 都感覺意猶未盡這樣子 想要這個繼續問下去 繼續聽下去 對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也不好 好 那倒到鄭委太久 對 那還要留一點時間 等一下還要簽名跟拍照 對不對 好 那我想 最後我們再以熱烈掌聲來 謝謝鄭委好不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